好 我們就來解決這個問題 鹽不導電 水不導電 為什麼鹽水變成可以導電 這位大哥 這位大哥 阿瑞寧氏先生 他在1884年提出了一個電解質簡離縮 簡稱電離縮 來解釋為什麼那些東西丟到水裡面 來以後會變成可以導電 來 又會變成可以導電 所以冰冰石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這個他的電離縮殺博士論文 可是 與當時所理解的道爾吞原子說互相衝突 因為他要說好東西會帶電 可是道爾吞原子說好 那個原子是一顆永不毀壞的撞球 一顆永不毀壞的撞球 沒有內部結構 所以他不可能會進去拆掉 什麼東西會變成帶電 不可能 所以跟原子說不合 所以但是呢 教授讓他過關了 低分通過 低分讓他pass過去 博士論文過關 然後拿到博士學位 但是後來他是對的 然後就得到諾貝爾化學獎 很多年以後 JJ Thompson才發現電子的存在 我們才知道原子是有結構的 不是那個永不毀壞的撞球 還有內部構造的 是有電子的 才使得我們的解離縮變成是可能的 變可能的OK 那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要講這個 就是電解質溶於水之後 會分解成帶電粒子 分解成帶電粒子 這個粒子稱為離子 所以這個動作叫做解離 解離 所以像這邊 氯化鈉丟到水中 就變成鈉離子跟氯離子 NA症跟Cl- 這叫做離子 然後這個動作叫解離 這個方程式叫做解離方程式 解離方程式 OK 那麼變成帶電之後 這就是所謂的離子 就是可以單一的帶電的原子 原子變帶電叫離子 或者是一個原子環 有帶用講到根帶電的 帶正電的我們稱為正離子 又叫做陽離子 帶負電的叫做負離子 因為各位實際上的博文程度 越來越慢 所以現在幾乎都不講 陰離子跟陽離子 都是講正離子跟負離子 帶正電的叫正離子 帶負電的叫做負離子 好 我們以前有學過根價表 記得嗎 根價表就知道它是帶正電還是負電 還有帶幾個正電還是幾個負電 那因為你有背過根價表 那麼以後你就自然就會寫解離方程式 NA CL變成NA增加CL負 考試很少人去考解離方程式 你最好是會寫 你要會寫你才能回答某些問題 如果你不會沒有辦法自己會寫 那麼就麻煩你考試有看過的 把它背一背 因為本來你就是考那一兩個而已 就本來就只有考過那一兩個而已 沒有考過很多種 就那幾種而已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自己寫解離方程式 麻煩你在考卷上看過 你把它背起來 不多 會考的地方程式也不多 看它背起來就可以了 好 來 硝酸甲 變成甲離子跟硝酸根 氫氧化鈣 會變成鈣離子跟氫氧根 硫酸 會變成氫離子跟硫酸根 這三個解離方程式 就是我未來要拿出來用 所以現在寫給你看 現在寫給你看 所以有解離方程式 我們的化合物分解成代列粒子 叫做離子 這個動作叫做解離 那麼這些代列粒子稱為離子 那麼這個寫出來的方程式叫做解離方程式 我寫了三個解離方程式給你 理論上如果你有背過根價表 你就會自己寫得出來 如果你沒有辦法自己寫出來 就把你曾經在考卷上看過的 看一個背一個 也沒有很多的 把它背搶 然後這三個方程式 我後面要拿出來用 這三個方程式 我後面要拿出來用 所以我現在寫給你看 我現在寫給你看 OK 那有一個事情要解決啊 他為什麼會帶電 他為什麼會帶電 我們教過了 原子應該電中性 他為什麼會帶電 是因為發生了什麼事情 強烈暗示你 他得失一件事 得到或是一什麼 三二 三十二 得到或失去電子很好 請坐下 因為他得失電子的關係 那麼 什麼情況會帶正電 什麼情況會帶負電啊 這個我們也教過 什麼情況會帶正 什麼情況會帶負 我們也教過 請問你 因為得失電子帶電 請問你 什麼情況會帶正電 什麼情況會帶負電 停車站間問二二 什麼情況會帶正 什麼情況會帶負 快點 對 失去電子帶負電 失去電子帶負電 正電 得電子帶負電 請坐 失電子會帶正 得電子會帶負電 我們以前交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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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過 所以 像這樣 這邊呢 裡面有兩個中子 兩個直子 外面有兩個電子 叫電中性 如果我得到一個電子 就變成三個負 我就會帶負電 那如果我失去一個 就只有一個負 兩個正 我就會帶正電 叫做得電子的會帶負電 失電子的會帶正電 所以 那 因為失去一個電子 就會變成納離子 因為一個 所以是NA正 只有一個正 所以 失去一個電子 就帶一個正電荷 帶電荷 所以是NA正 綠 得到一個電子 得電子帶負電 得一個帶一個負電 所以CL負 形成的是綠離子 這又是 為什麼會帶電的原因 帶電的原因 注意 解離說 分解成帶電 離子叫做離子 注意 東西原子 為什麼會變成會帶電 這個以前教過了 這又是 你要重新學 重新複習的事情 可以嗎 好 好 好